我开了一家15元自住餐店 熊孩子每块带鱼咬一口就丢地上 我妈心疼粮食 却被熊母鸭在身下猛抽耳光 还让小崽子把地上的带鱼塞我妈嘴里 后来 我妈抑郁自杀 我把熊母鸭在身下 无视她忏悔的泪水 喝奴要还是吃狗屎 自己选 刚送晚餐回来 就看到店铺门口围满了人 女人的怒骂声传出 我迅速扒开人群 平时我重话都舍不得说的老妈 此刻被压倒在地上 脸色青紫一片 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妇女 正齐在她身上 叫苏儿子 乖儿子 继续塞 把地上的带鱼权塞进这死老太婆嘴里 我扔掉餐盘 一把将女人扯开 你干什么 我妈哪里招惹你了 如果我不是店主 不用顾及时刻的眼光 早就把她按在地上狂揍了 才不会耐着性子询问 你问问你妈 是怎么做生意的 怕我们多吃 就别开什么自助店 围观的群众 窃窃私语 怪不得生意不好 这么抠走谁愿意来吃 十五元的自助餐 几块破蛋鱼 还怕客人吃回本 真是搞笑 大家都记住这家 以后绕道走啊 我妈在我怀里 瑟瑟发抖 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臂膀 脸色白的吓人 哆哆嗦嗦 一个字也说不出 我没工夫理会众人的嘲笑 用手机点开店里的监控 想尽快查明究竟 视频里 女人的儿子端了两大盘带鱼到座位上 奇葩的一幕出现了 她儿子每块带鱼只要一口就丢地上 扔了整整两大盘 我妈节俭了一辈子 看着老肉疼了 她拿着扫帚去扫地上的带鱼 顺带说了一句 小朋友 你吃完再拿 不要浪费粮食哦 就是这么一句轻微的提醒 女人当场发火了 她抓起我妈的头就往桌脚撞 撞完按在地上骑着猛山耳光 山丸还狠掐我妈的脖梗 看到这里 我手指都在颤抖 内心一阵揪痛 说不出的难受 我妈辛苦把我拉扯大 当街到城里还没享一天的福 就遭受非人的侮辱 我念拳头 猛然抬头 女人和她儿子早已溜至大吉 我妈蜷缩在地上 隔头肿了两个大包 精神状态非常不好 我已经顾不上官殿 抱起我妈 一边往附近的医院赶 一边打报警电话 把我妈放在病床上时 我一肩摸到她湿透的裤脚 抬后之后绝在哪里沾了水 这时警察已经把那对母子带过来 明明我才是受害者 我还没有发飙 她一见我就大骂起来 你们是穷疯了吗 才多大点事就报警 至于吗 分明就是装病额前 小心我告你们敲诈勒索 警察见我捏紧了拳头 却为她少说两句 医生走出来 拿着病例单子 说话很委婉 你妈的情况不太乐观 建议转去大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 我听完心头一紧 接过病例单一看 脑干受伤 雄椎压缩性骨折 多处大面积外伤 并伴随神志不清 激发性癫痫 大小便失禁等症状 我整个人都震住了 原来我妈湿透的裤管 是惊吓后的尿失禁 医生你也太夸张了吧 他家是给了你多少好处 我就扯了他几下头发 还就大小便失禁 怎么不半身不随呢 真是人穷还矫情 我捏紧病例单的手 微微颤抖 他还在 叭啦叭啦个不停 你妈把我眼睛弄到地上 我还要反告你们赔钱呢 我一副眼镜三万多 你们这些外乡来的贱民 要了那死老太婆狗命都赔不 他话语被截断 因为我单手就把他 扯进旁边的控制病房 反锁上门后 把警察的呼唤 和他儿子的吼叫 隔绝在外 你想干什么 警察还在呢 你敢乱来 他色索在墙角 我冲过去 对着他的眼睛就是一拳 眼镜啪哒一声 掉在地上 碎成两半 他捂着眼睛大喊 打人啊 救命啊 快来人啊 我扯过他的黄色卷毛 反手一按 就把他按到地上的尿盆里 我让你狂 让你拽 让你打我吗 他被猛灌了几口 肥远憋得通红 门外 他儿子哭得撕心裂肺 他张嘴就要骂 我又是一阵猛暗 怪不得满嘴喷粪 原来你喜欢喝尿啊 他整个头都陷入尿盆里 哐当一声 警察破门而入 我丢开他 闲脏的用纱布擦了擦手 对警察说 我可以跟你们回去 麻烦把我妈转去上级医院 还有他 我就是扯了几下头发 如果导致精神错乱和大小便失禁 那时他矫情 活该 警察举礼 我把店里的饰品讨备出来 是他打人在先 我妈现在都精神失常了 我要追究责任 让他坐牢 警察看完视频 也愤愤不已 但又告诉我 目前我妈的情况 够不成轻伤 没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且我也打回去了 何解算了 快过年了 没必要 我板着脸 不吭声 警察见我死将 拨通医院的电话 我妈哆嗦半天 才抖出完整的句子 东 东子 你好几年没回老家过年了 今年一定要回去 咱们一家子要整整齐齐的啊 眼眶微热 为了我妈的心愿 我妥协了 经过上次这么一闹头 店里的堂食大不如前 我调整了精英方向 把重心都放在送外卖上面 准备多攒一笔过年前 我妈出院后 精神还是很恍惚 医生建议让她静咬一段时间 千万别再受什么刺激 我想了想 白天在外跑外卖 根本没时间照顾她 我把她送到附近的疗养院 有护工看着 也有同龄人陪着唠嗑 我也放心 我每天跑完外卖店 都会去探视一下 一周后 她的状态 肉眼可见的变好了 我告诉她 这段时间想了很多 准备把店面盘出去 过完年就待在老家发展 每天都能陪着她 我妈一听 笑得合不拢嘴 她掰着手指盘算着 除夕夜给亲戚们带什么礼品 夕阳落在她脸上 镀上一层柔和的光 我以为美好的生活就此开启 然而第二天 我正在送外卖 就接到疗养院电话 许先生 你妈不知怎么的 今天一整天都不吃饭 精神也不太好 我丢下外卖就赶过去 刚停好电瓶车 就发现平时和我妈要好的老太太们 看我的眼神很奇怪 背着我窃窃私语 我妈一见我 就抱着我一一压压痛哭流涕 浑身抖个不停 问她什么也不回答 只是一个劲儿的哭 护工见我皱眉看她 立马撇清关系 许先生 婆婆之前一直好好的 上午我请了半天假 回来后就发现她不对劲了 不让任何人亲近 饭也不吃 我直接找疗养院的院长 想要看监控视频 去的路上 我想了想 如果直接了断的题 她不一定会同意 万一真的是护工的问题 她肯定会包庇 我思考妥当后 敲开了院长办公室 陶院长 麻烦你帮我调一下208的监控 我妈有贵重物品遗失了 现在吃不下睡不好 精神都恍惚了 她是个老江湖 立马站起来迎我坐下 这不可能 我们的工作人员是经过严格培训上岗 绝不会做偷盗知识 我假装生气 一拍桌子 那你把今天的监控给我调出来 否则我就报警处理了 陶院长思寸了半秒 笑着叫来信息科人员 院长不好意思 昨夜打雷闪电 监控出了点问题 我怒气匆匆奔到监控室 几个师傅 正蹲在那里检查 一排排屏幕 全都死机了 信息科人员见我脸上挂着怒气 下一秒就要爆发 立马补充到 不过我们正在抢修中 明天应该就可以恢复 陶院长立马接过话头 许先生 要不我加个您微信 等监控修好 我第一时间把视频发到您手机上 一天时间 等等也无妨 我转头回到208 护工正在给我妈喂粥 她整个人缩在沙发上 把头埋得很低 我走过去安抚她 才发现布满皱纹的脸上 全是泪痕 而啊 妈想回家 妈不想待在这里 她痛苦涣散 眼神离邪满恐惧 我的心脏就像是有一只手 把她捏碎 扯得生痛 我妈到底是怎么了 我不在的时间里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安抚她睡下后 回到家已是深夜十二点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怎么也睡不着 最终 我决定明天就暂停营业 一周后就是除夕夜了 提前带我妈回老家 也许见到亲戚们 她的情况就好转了呢 我给我妈发了条短信 让她等我明天去接 咱们明天就回家 妈你等着我 然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 第二天 会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 第二天一早 我先去了趟店铺 检查好水电 贴上歇业告示后 就提着行李往疗养院去 刚走进院子 就收到院长发来的视频 许先生 视频有点大 正在发送中 他顿了顿 又发来一条信息 你看完视频后 千万不要激动 为什么要激动 我还没来得及深思 就听到身后有人在喊 208的太婆在喝农药 炖了两秒 我才反应过来 208是我妈的宿舍门牌号 我拖着行李 撒鸭子往208冲 速度之快 蚊子都拉坏了两个 门口早已围满了人群 我使劲扒开围观者 心脏仿佛漏挑了一拍 直到看到我妈还唱微微的站在窗口 才舒了口气 他手里举着白枯草的瓶子 在等着什么 妈 你快把农药放下 有什么咱娘俩好好商量 我求你了 我想要上前去抢夺瓶子 他示意我不要动 儿啊 是妈拖累了你 我想回家 真的想回家 我跪在地上 眼泪横流 妈 我就是来带你回家的呀 他眼神空洞地盯着我身后看 忽而一笑 老伴儿你来接我了 好 好 我们一起回家 我顿时明白 我妈的回家 原来是另一个世界 他举起瓶子 我像离闲的剑一样射出去 可还是晚了一步 他已经抱着瓶子猛关大口 我夺过瓶子 摔在地上 立马捏开我妈的下颌 食指插入喉咙往深处抠 快吐啊 妈 你快吐啊 几秒后 套了一滩清水出来 而后躬着身子 开始抽搐 嘴角流出一缕一缕的血沫 我冲着护工狂喊 快打120 快啊 120来了 已经到门口了 我眼睁睁看着我妈被抬上救护车 这时 手机叮咚一声响 视频接收成功 我还没点开 就看到定格的画面 居然是王威 王威就是上次在店铺打我妈的那个女人 我就知道 尸数反常必有妖 我颤抖着 点开视频 看到开头 就气得浑身发抖 大冷天 北方的室外都积雪了 我妈却为着寸驴 跪下地上 她的背上 胳膊 大腿 到处都是衣裳 王威插着腰 猛扇她耳光 边打边骂 死太婆 老穷鬼 看你还敢不敢教育我儿子 半小时 足足被狂伤五十七次 我妈跪在地上 一个件的磕头 别打了 别打了 我再也不敢了 王威还不解气 一脚踢翻一旁的便盆 咬牙切齿地俯在我妈的耳边 你给我把她吃了 我就原谅你了 我妈浑身直哆嗦 带着颤音求饶 求求你 好好心 放过我吧 谁让你儿子那么嚣张 上次他是怎么对我的 今天我就怎么对你 王威戴上手套 抓了一把排泄物 无视我妈的惊恐 强行塞到她嘴里 我关掉视频 一秒都不忍心再看下去 熊熊大火 早已烧红了我的眼 滚烫的血液在身体里崩腾不休 复仇的欲望 凝聚在喉咙深处 我仰天高呼 天杀的王威 我特别要干死你 我特别要干死你